現在正在刨八斤蘿蔔絲 就呢 就呢 就 連醬汁呢 因為下面的醬汁都要回 蘿蔔用最粗的來刨 用最粗的孔 現在由三點開始做的 待會報時間 兩個人一起幫忙 那現在蘿蔔就刨完了 比例就是 一斤粉就要六斤蘿蔔 那現在八斤蘿蔔就 那些粉就一斤多一點 那這些就是臘腸了 用了安記臘腸 應該現在用了 一盒的了 那現在切粒 要切一粒粒 這樣就有口感一點 臘腸呢 先切開兩半 然後再切長條 長條然後再切粒 明白了嗎 那這裡呢 臘腸就切好了 那我呢 就大概是一斤 一斤蘿蔔就一條臘腸 那我現在八斤蘿蔔 這裡七條臘腸 那然後前面還有些臘肉 臘肉呢 我會比較少一點的 因為我不想那麼肥 臘肉因為肥肉比較多 那這些比例呢 就隨你自己口感加減了 臘肉那裡呢 我想都是給一堆下去就算了 不會給很多 臘腸和 今次的臘腸和臘肉應該是榮華 根證是榮華 我老婆買了一些安忌 但是現在未用安忌那些 安忌有隻叫做八獸二肥的 他剛剛買了一盒一斤蘿 那現在就用了榮華的 榮華是家秀腸 那現在用了七條 那再加些榮華臘肉 榮華臘肉我想我下 下適量 不會下很多的了 那些昨晚 昨晚浸定的瑤柱 現在撕了做絲 那些水要回 因為那些水是有味的 那些水不要倒了 那些水不要倒了 蘿蔔可能一會兒 都會有些水在盆底的 那些水也是要回 不要倒了 臘肉呢 就打算用這裏這麼多倒 這裏應該是調嶺 因為之前已經一買回來 就切開了盒裝好 變了現在 因不到是幾多 那我拿下去 我想這裏應該是 一條半倒 我看這裏的臘肉應該是 不夠兩條 那適量 你們自己欣一欣 那臘肉呢 其實就硬到像石頭一樣 那如果你怕難切呢 你可以蒸透了 然後再切 就應該會容易切些 那我老婆就說 蒸了之後 沒那麼原汁原味 那所以現在也是就這樣 生切 生切呢 就很硬的 好像石頭一樣 那你們自己選擇 生切還是熟切 熟切 熟切蒸了 油就會走出來 就沒那麼硬 你看看 像石頭一樣 就是這樣 那現在切好了 切到手刀斑 這些臘腸的比例 現在 因出來 我在這裏大概是 1比3 那就是 這裏就有7條臘腸的 那臘肉應該是 調半島 那現在切出來的效果 就是 臘肉和臘腸的比例 用一個盤體 就大概是1比3 那現在開始進入製作了 剛才預備材料 都攪了整個半小時 那現在呢 這些薑 拍大大塊 蒜頭大大塊 用來爆料頭的 不要弄小塊 因為待會這些 蒜頭和薑 是要拿走的 現在用來爆料 接著 蘿蔔又要放進去 原來 不過鑊不夠大 要分開幾次來 應該 那現在盛到多少 剩多少 不斷盛蘿蔔 原來也很多功夫 吃就宴 那8斤蘿蔔真的很多 一邊加下去 一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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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見到會出水 之前盛到差不多 就把東西分開 因為真的不夠位 現在因為8斤很多 現在再盛 再盛 一邊盛 一邊盛 一邊會出水 就會收小一點 就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盛 現在最後 加上蘿蔔 盤底有些汁 蘿蔔汁也倒進去 然後再盛 再盛 盛到差不多 看你自己的份量 我的鍋盛不到那麼多 所以盛到差不多 就搬起了些 搬起了些 待會收了水 又倒進去 再盛 很高 不用做那麼多 一根蘿蔔 一根粉 六根蘿蔔 就可以了 不要經常聽到 八根 八根是錯誤的 八根是多了 一般來說 一包粉應該是一根 對嗎 一包粉 六根蘿蔔 自己做 一包粉 六根蘿蔔 蠟腸就用六根 蠟肉 跟蠟腸的比例 一比三 全部的汁要回 記得 放鹽 要放些鹽 你放些鹽 下去 到時候 會再出更多水 水一會兒 都是用來偷回蘿蔔 因為整個蘿蔔糕的汁 醬汁都是原汁鹽味 全部蘿蔔都下來了 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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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狂主要再加辣鼻粉 稍後再說 現在 fem 要加一粒仔冰糖 放進材料的 水 這裹步驟項饅 要記得 現在可以加一粒冰糖 一會兒 Almost embrace heat 烤干 烤干了嗎 現在 現在就 Argh 烤多久 煮得煮ared 焗它兩分鐘左右 開火 開火煮 開火煮來焗 兩分鐘左右 下了一粒冰糖 這隻是三醬排 水磨 煎米粉 600克 即是一斤莊 600克 買這隻的我是 現在加了蠔油 你敢記的 這裡我加了三個湯匙的蠔油 適量 適量 你經常說適量 你要給人家一個份量 經常說適量 一會兒試味 試味 總之剛才加了三湯匙 你就不要說適量 你是不是加了三湯匙 適量 現在呢 要加些胡椒粉 適量胡椒粉 又是適量 什麼都是適量 老婆 說了等於沒有說 一路煮 一路出水 你看到蘿蔔 就透明了 現在倒了 瑤柱的水 進去 這些水 不用擔心 一會兒開粉 就剛剛好 瑤柱的水 倒進去 剩下一些瑤柱 鋪面 又是那句 食量 為什麼不倒了 水 還有水剩下 現在繼續煮到它透明 要試一下味 如果覺得夠味 不用再加蠔油 如果覺得不夠味 再加小蠔油 你沒有下雞粉 這次 很甜 即是不用下雞粉 你想不想下 我可以下 如果下雞粉 也是1茶匙 2茶匙 加點雞粉 調味 我剛剛試了味 味道 是我覺得偏鹹的 我老婆就解釋 現在味道會比較濃 一會兒你會混合粉 再混合粉 再混合粉 味道會更加淡 現在煮到最後階段 慢慢把蒜頭和薑 分出來了 因為一會兒開粉 就不要這些 要在開粉之前 全部選出來 家傳秘方 這個是家傳秘方 你要慢慢選 一邊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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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關小火 對 煮到水 關小火 讓它多出點水 這些水一會兒就拿來開粉 開粉 開那些叫什麼粉 煎米粉 對 煎米粉 我老婆再重新澄清 就是記住 一斤粉 就是六斤鵝白 記住這個比例 這個比例是最重要的 現在在選薑過程中 我有些意見補充 因為之前我老婆是拍薑 拍薑 拍到薑散了 我覺得 選的時候很浪費時間 其實我建議 將薑 不要拍扁 肉切厚片 切厚片 你反而 到時你選出來 是容易選 現在碎濕濕 因為你拍 拍軟了之後 一會兒 一會兒 你再選出來 就會碎了 蒜頭也是 盡量大粒一點 到你選出來的時候 不要碎粒 碎濕濕 因為很難選擇 那些東西都碎了 它又不想那些東西 留在蘿蔔糕那裡 所以薑 都是要切厚片 硬身的 它爆完出來 要那個味 和蒜頭也是 這樣就容易選一些 開粉 那現在開粉 現在開粉 停一停 現在開粉 用一個盆 倒水一邊攪拌 那些水要給多少 一會兒 製成之後再拍給它看 我用 這個瓶 這個瓶多少公升 你不斷倒水 沒有份量 這裏 看個形狀 所以一定要慢慢開 慢慢開 即是不要一次過加太多水 對 那你要開到 什麼狀態 為之適合 一會兒再說一下 那這裏又有水 這裏又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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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樣 沒問題 沒問題 那你現在先弄一下 我先停一停 那你初步 即是不要下太多水 盡量攪拌至均勻 你不找個發彈器 不用 不用 不用發彈器 就這樣攪拌嗎 我先停一停 現在呢 就確認了水的份量 一斤粉 用我們平時吃飯的飯碗 你約大約六至七碗 那 現在應該是七碗 那你攪拌勻了之後 你撩一下那些薑粉 那薑粉是這樣的狀態 你慢一點 這個動作 是這樣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了 明白了嗎 這樣的狀態 那 七碗水 六碗 其實應該六碗至七碗 不過我老婆 是沒有份量的 她是自己憑經驗的 那我現在 用她量過 我量過她 用那個櫃子 用水 用飯碗 那個櫃子 是可以放到七碗水的 那她現在應該是用六碗 幾至七碗水 一斤粉 就開了這個漿 那你有份量 你教人才能教到的 那現在呢 它就倒下去了 那你就先拿開鑊鏟 重 要我幫你啊 來我幫你 好 你見到它這麼多水 不用怕 不用怕 是這麼多水 不用怕 那現在剛才開完那些粉 那些狀態都倒下去 但是不要開火 拌勻才開火 怕會焦 不要開火 現在把漿粉全部倒進蘿蔔糕 然後再拌勻 開什麼火 開中火 然後拌勻粉漿和蛋的蘿蔔糕 一會兒就會看到 越拌越稠 因為粉漿一受熱 應該會 像豆粉一樣 越來越稠 現在好像不太均勻 拌勻到均勻 不要心急 不如關小火 太快就不均勻 是中火 中火偏小一點 因為你手腳如果慢 怕你拌勻不均勻 我現在繼續拌勻 我這裡又停一停 蝦仔 這是蝦仔 可以加蝦米 或者蝦仔 兩種隨便選 這是白蝦仔 亦怕蝦米 蝦米要浸 蝦米亦可不放 可以放蝦米 要事前浸 這隻蝦乾仔 就不用浸 只是放進去釣 上次吃的蝦米 應該沒有放蝦米 有 上次的蝦米 這次沒有放蝦米 放蝦仔 放蝦仔代替 上次放蝦仔 上次也是放蝦仔 這次原本想放蝦米 但忘了放蝦米 忘了放蝦米 忘了拍片 現在已經關火了 因為我發現它越攪越難攪 攪來攪去攪不攪 你加這麼多 還未拌勻 不要 那些粉不要 蒸滑 蒸什麼滑 不要 粉碎濕濕 碎濕濕 到時還是爛 為什麼不要 現在繼續拌 但我已經關火了 我發現拌勻不攪不攪 可以的 可以的 攪到現在 對 盡量拌勻 它會去蒸 現在是很浪費的 我發現這個階段 我都攪了一會 一會 哇 整個屁股 很濃 好像漿糊 現在很濃 很濃 要慢慢 很有耐性 攪到雲巡 這個階段也很浪費 好像印刷路插蜜 這樣 是這樣的 現在先暫停 其實現在已經關火了 剛才加熱 你拌勻到差不多 你看它的粉開始黏 你就要關火 用餘溫 不斷攪拌 攪拌 攪拌 不然會黏 你不關火 我就發覺不可以用慢火 一定不可以慢火 如果你手腳慢 細火 其實還有好處 用中火 手腳要快 第一次做關火 你拌勻到差不多 最常加熱 其實它越受熱 它越會黏 剛才這麼多水 就已經沒有水 沒有水 粉已經吸收了 剛才的份量 已經吸收了 現在這樣稠稠稠 就落去那邊 那邊 一會兒就蒸了 現在攪拌完了 現在轉到這個烤箱 這樣就蒸了 烤箱一定要掃油 在底部 對 烤箱在底部 要掃油 不然會很難脫出來 現在就蒸了 現在停一下 掃油 記住掃油 現在掃油 在烤箱底部 之前烤箱已經洗乾淨 回來 都洗了一次 因為有些機油 機油髒 洗乾淨 然後現在掃油 那其實 如果一 一斤粉 六斤蘿蔔 應該是三個這些烤箱 應該可以裝得完 吧 大概 現在裝了才知道 現在先裝一下 因為我這裏 八斤蘿蔔 這三斤應該是 裝不完 停一停 好 那現在已經完成了 分了一底底 現在呢 再在表面 剛才的底底 塗油 現在表面 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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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剩的瑤柱 和紅蝦米 剪碎了 鋪了 在表面 輕輕 輕輕壓壓壓 但不要壓得太緊 用手指壓壓壓 就好了 不要壓到 蘿蔔糕下面沒有空間 然後就蒸 放進鍋裡蒸 你預計基本上九個字 然後就用乾身的筷子插進去 拔出來 完全黏不到粉上來 沒有漿糊撞 那就是已經熟了 要用乾的筷子才試得真 因為你濕的筷子 一定不會黏到粉上來 那 今天做蘿蔔糕 已經到最後階段了 拜拜